Ludas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村康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們邀請到特別來賓 Emer Rils很常在半夜的時候 教大家做宵夜 然後肚子很餓的時候 看到就會很棒 就會很神奇 因為肚子這麼會做 那不然讓我們再做一下 我們現在最大的難題就是 賦食品 妳們真的是大材小用 不能 沒有可能啊 那她其實有在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廚一集做副食品 他怎麼會問我們呢 大家的心聲我就是有聽到 所以特別邀請廚師大廚 來幫我們家這個小仔仔 不能加什麼調味料啦 然後一些添加物都不行啊 這對廚師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幫受幫教的 非常 我接上這個挑戰 然後去試吃了家的副食品之後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體驗 我們的食材本身就要用得夠好 我今天這個都是高級的地基金 凝脂的蛋 一包兩百塊的菜 因為我覺得這個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沒辦法用我的味覺 去評論它到底會不會行嗎 這完全就沒有調味 今天看這支影片的家長們 有沒有辦法照著做 是簡單的嗎 簡單的啊 因為關鍵是什麼 你要買一包兩百塊的菜 沒有啦 但我覺得食材應該本身要很好 因為它就是沒有調味的東西 食材本身很關鍵 會有一些小技巧 我覺得可以提升那個甜度 好我們今天要吃 好我們今天要吃 我自己都沒吃這麼高級的 我們今天的議題很重要 我選用昆布柴魚湯 大骨湯通常都要熬很久 如果是市售的雞湯 可能有些添加物 寶寶不能吃 蛤不能吃啊 寶寶不能吃啊 寶寶不能吃啊 就不行啊 所以給你昆布湯 很高級的 我們水果就放進去 然後把它煮軟 這個柴魚 也是日本來的喔 新鮮柴魚 你問問你喜不喜歡 好可愛 好可愛 現在果檸檬就關火 然後把這一整包倒進去 關火才加 對 我們用燜的就好 這樣它的味道才會 不會發散太多 紅蘿蔔大 一般應該是用 汆燙的對不對 但我今天就是用高味 烤箱烤 然後加一點點油 把它烤軟 再把它打成泥 因為這樣它的甜味 就非常的高 來囉 寶寶只能吃一點點 霧面朝內 熱在裡面才不適合 那如果是亮麵的話 它就會 一直 是嗎 麵感好多喔 但其實 隨便啊 它會吃 都會吃 直煎久了 哪一面還重要嗎 然後溫度 我們就200度 沒關係 就算你每月也沒差 你時間拉久就好 要烤多久 重點是烤軟 我覺得它需要20分鐘 這裡有一顆小洋蔥嘛 洋蔥就稍微的隨意切了 因為我們到時候都還是要打成泥了 隨意切 好 你可以燙喔 我覺得那個很燙 真的 真的 手跟一般人的手就是不一樣 它手柄超燙的 還好 然後我們要把它 過濾 燜了大概已經5分鐘左右 它的味道已經完整釋放了 就可以再倒數了 那剩下的空腹跟柴魚片能再利用嗎 大人的話可以 它的組織感比較重 小朋友可能會給到 這類的 這湯就非常的清甜喔 我要一根湯匙來試喝一下 是真的好燙喔 恭喜你一定會喜歡 因為我們等一下 還會炒洋蔥嘛 不想要炒它 你可以放顆洋蔥 它的甜味會更好 那如果你炒過的話 那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 如何 你會喜歡嗎 有喔 它願意再髒口就代表它喜歡 這個都切完了嗎 我們先做一下甜點 因為甜點等一下需要讓它 冷卻 北海道的米就是不一樣 你看哪裡不一樣 你就很香啊 有聞到嗎 那個米的那個香味 而且很甜 那買不到北海道的米啊 台灣的米行不行 你可以買花蓮的米 花東的米 好山好水地方 出產的米 品質就會好 我的米剛剛熱好了 我要來做那個 米布丁 兒童把米布丁 這其實很簡單 這樣怎麼開不好意思 吃我一個沒有想的人 要怎麼開 看起來就很好吃 米大概一嘛 然後牛奶大概抓四 然後香蕉就是半根 半根香蕉 甜味跟香氣嘛對不對 火龍果 其實用什麼水果都無妨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他問我重點是什麼 沒有 我還沒講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顏色看起來要鮮豔 喔 放大概一半就好 如果你今天是用火龍果這種東西 它不是會有芝麻 然後打完的時候 稍微再過濾一下這樣 比較便宜 沒關係的 火龍果的芝麻 喔OK 好那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上鍋把它煮軟 煮到像粥一樣這樣 再來我們就是要做 蒸蛋 Easy 欸我的滴雞精 雞精的量 大概是蛋的 兩杯 市售的這個 一包 50 可以一塊蛋 把它打散 蒸蛋我們就是過濾 比較細心 這很簡單的 廚師就是不一樣 我給我們家宰割的蒸蛋 沒有在過濾的 直接 然後把它送進去 大銅電鍋裡 一點點水 然後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蒸蛋的時候 需要一隻筷子 它的溫度不會太高 可以對流 它的水氣就不會滴下去 你看這個 看起來是不是很可愛 粉嫩粉嫩的 你們要不要誰來吃一下 看這個口感它可不可以 等一下 好香 可以這口感可以 這個還在冒乾呢 Easy想吃了 哈囉 哈囉 來來來 放涼了 放涼了 喜歡喜歡 喔有 有喔 有喔 這個我就把它倒一倒 因為剛剛郎說它這個口感OK 那我們就不用再打了 看起來是不是超讚 對啊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涼 因為現在很燙嘛 我們直接丟冰箱 紅蘿蔔 盡量避免讓它吃太焦的東西 它有透透的感覺 對 它有透透的感覺 就是軟軟的啊 而且因為我們會用調理機 把它把它打成明狀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忘記了 紅蘿蔔 把它打碎 喔 到這樣子 欸好香喔 這個好甜的味道喔 有喔 有 聞到了 請問這個紅蘿蔔也是高級紅蘿蔔嗎 全聯買 外面一般的紅蘿蔔就好 去皮 高溫 就會非常的香甜 一點點油 炒洋蔥 炒到透明 北海道的飯 一匙應該就夠了吧 應該吃不了這麼多 昆布高湯 寶寶要吃的水會煮的比較多 因為要讓它徹底的軟 因為要讓它徹底的軟 紅蘿蔔 放進來 看起來就很讚 哇塞 蒸蛋好了 理想的順序就是 先吃個蛋 紅蛋白質 再來吃主餐 主餐完再來吃甜點 米布丁 好高級的set 小白已經在期待了 你看 你看 你在期待啊寶貝 會不會這樣 還可以 好吃嗎 好像很買單耶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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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奶喔 吃播時間 吃播時間 好壞喔 這太好了欸 來 我這裡面放了高級的地瓜葉 現在這個狀態 再稍微打一下就好了 很快 這個小仔已經進入吃很快的階段了 來 唉唷好燙啊 妳也沒燙啊 你有聞到那個高湯的香 有 聞到了 真的是幸福小仔欸 請問一下 寶寶因應不同的年紀 就算很迷的話 這些東西也很好吃吧 沒錯 一定是 因為我們的底是什麼 好的食材跟好的高湯 所以這個雞底本身是非常好 體質好就不怕那個醉 對寶寶來講那個味道應該還是重點 口感我覺得他們應該現在也吃不懂 這一隻根本不放過我 我真的是胃太慢他就要嚼 他覺得我胃太慢了 有好吃到這樣子狼吞虎咽是不是 有捏 一口接一口 沒有緊接著胃上他就會催促 噢 OMG 這是什麼 為什麼你擺盤都這麼厲害 好煩喔 這個寶寶也吃得太有儀式感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我準備這個無糖堅果 無調味堅果 喔 這樣我弄那個可能下一步就要消到自己的水 還擺盤 我們另一邊仔仔正在如何如此的 一直在吃他的蒸蛋 他已經快要把第一道吃完了 等一下如果真的都吃得完 我會很瞎眼 來主廚上菜 媽媽要進行餵食 還餓還餓 主廚好像也是很滿意他的成果 我很緊張耶 願意吃都是好的 好吃啊 有喔擠喔 他一直在看 就看他的那個眼睛 你看有沒有就是那樣 主菜主餅保姆 我直接派一個廚師來吃 主力有成果對不對 對啊不然都不知道寶寶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他真的喜歡耶 他這個進食的速度有shut up 他真的吃很快 我也很有成就感 我贏保姆 我的打手贏了 你怎麼知道保姆吃起來還沒有這麼開心 他吃我的東西不開心 我就知道他在公司那邊吃蛋餅 反向推理 他現在追焦著Enver不放 你看你看 有沒有 你已經擄破他的心了耶 抓住一個男人就像抓住他的胃 你才零碎就什麼什麼抓住他的胃 我的天啊 你剛剛說青青 青青 青青 來青青 有 好 好喜歡對不對 什麼意思 甜點 甜點 你真的是恭喜國王耶 做的像國王一樣 這北海道米真的很鮮耶 香氣留在那個 頭曲 而且它會更甜 它那個後面散發出來的那個香味 久久不散去 薄米 真情對望了 有耶 恭喜完食啦 剛剛拿來摸你的胃整個突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先暫停一下 廚師Enver煮到好吃到你這個是 好有成就感 煮這個比煮給承認 還要有成就感 啊想睡了 啊吃飽就睡 你自己摸這個肚子有多大 這肚子很大 好了 我們完成了今天的料理 完全挑戰大成功 吃到很深還要再吃 就是太好吃了 太開心 太有成就感 就只是我們還是有點手忙腳吧 對對對 然後我相信其他家長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沒有很難吧 我覺得很難 然後整天要放一個筷子 那什麼 那基本 什麼 什麼小技巧 什麼小技巧 紅蘿蔔 而且很好 喔我覺得紅蘿蔔那個很厲害 以後就會變成我的愛菜 我就要煮給大徒跟小徒 也保證好吃對不對 這一半都他吃了 誰敢喝 就他前面把那個蒸蛋全部吃完 這也是那個速度 暴風盡食 謝謝恭喜 肚子凸起來就代表要吃飽了 對啊 輕輕 輕輕 喜歡吃飽 我下次再煮給你吃 好 我跟寶芙這件戰戰還沒結束 不用了人家力很大 都要買不買單 老朋友不會跟大人不一樣 但我至少今天已經抓準 他的味道就是 就是要甜 甜分一定要夠高 不要有一些其他的怪味 大家學起來了嗎 謝謝我們今天邀請到廚師安本 他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有很多他的料理 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關注 那就是給大人吃的了 3月7號 安博會發行第一本食物吃 哇 一則去購買 黃鹿成品 MOMO 某克萊都可以 蘇靈叫什麼 都不好意思講 安博帥廚房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直接打成功 Yay 掰掰 追蹤 安本的IG喔 大家說掰掰